一路经历风雨阳光 古月隔间更加坚强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经历车祸的胡歌现在已经伤愈复出 但是在他的身边永远少了一个人 那就是他的助手在车祸中去世的张勉 一个乐观爱笑的好友就这样离他而去 这是胡歌一直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 在他的一本书当中 胡歌写下了一段充满忧伤的文字 11月14日 我参加了免的葬礼 我带去了小金安尔郎的电影集 一份迟到太久的礼物 凄厉的哭声划破了凝固的空气 免妈紧紧抓住骨灰盒不愿放手 相信她也不曾离开 因为我们不会将她遗忘 这是一段胡歌对好朋友张免的回忆 张免是胡歌前助理 跟了他一年的时间 平时照顾胡歌的起居和工作 两人关系情同兄妹 车祸去世时年仅22岁 胡歌以文字来祭奠对张免离开的痛苦 可在车祸当时 胡歌对于张免的死亡并不知晓 在车祸发生后的一个星期 大家都一直瞒着我 我一直觉得她恢复的挺好的 那时候他们就说 她现在胃口可好了 然后说她妈妈到医院 给她做好吃了 睡得香吃得也好 当我知道这么一个事实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突然觉得那一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 我生活在一个特别虚假的空间里 我想我算是接受 相信她已经走 算了这个不说了 提起张免 胡歌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他似乎已经脱离了那段回忆 但又显得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而对于当时车祸的肇事司机小凯而言 他的语气也是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我们经常通过短信和电话联系 他给我发短信呢 很简单只有两句话 哥你好吗 我对不起你 痛苦的回忆 从他的嘴里听起来有些残忍 但胡歌在疗伤的时候 还是把这种忧伤埋在心中 尽量乐观而坚强地来面对伤痛 偷偷地跑去看暗恋桃花园 然后还被媒体给偷拍到了 正好那天林青霞也去了 他们给他安排了在二楼一个贵宾席的票 他说他不想在二楼看 他想去底下看得清楚一点 那那两张票就空出来了 就给我了 完了可能那天有一个记者呢 本来是想去等银青霞的 结果就坐在我边上 那女孩就指着我 说拍拍拍 当时凯顺做出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举动 他就立刻站起身 站起身 然后转了180度 他那天正好穿了一个披肩 就把我给挡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担心 术后和母亲的第一次见面 甚至变得很具戏剧效果 他想跟他妈玩个游戏 就是看看他妈妈会不会认不出 因为他剪了短头发 也换了一个造型 留了胡子 然后我就去接他妈妈和爸爸去停车场 他就从他母亲身边走过 母亲真的没有认出他 之前就是我一直忙着工作 很少跟家人待在一起 现在呢我就特别想抽出多一点的时间 能够跟家人相处 父母不会就是跟着一起过来照料 我那么大人了 不用他们照料 尽管再次面对媒体 他的眉眼之间显得不太自信 但乐观而开朗的个性 还是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 让我们相信 重生后的胡哥会变得更快乐 也会飞得更远 胡哥身体上的伤痛痊愈了 我们希望他心灵上的伤口 也能够渐渐的好起来 也祝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够坚强的面对一切